男人的后背居然长出了16根20来米的小尖刺 不仅毛毛的还很坚硬 这是要变异吗 男人害怕极了 于是赶紧叫女友帮自己剪掉 没想到这尖刺比体还硬 男人赶紧跑进卫生间里查看 却发现脸上不仅长出了尖刺 还有许多脓包 更可怕的是 就连指甲也发生了变异 男人一咬 咔啪就给薅了下来 男人懵了 然后再一挤 哭呲又窜出了许多粘液 男人实在不敢相信 于是又试了试 结果手指甲都被他拽了下来 男人开始变得暴怒 不仅易怒还变得力大无比 他可以徒手敲碎一堵墙 还能一秒掰挖了世界剧中冠军的手 巨大的变化让他不得不查查原因 结果居然发现 自己和一只苍蝇融为了一体 不出意外的话 一个月后 他将会变成一只会飞的苍蝇 男人被吓傻了 他把自己困在仓库里 还把女友也赶了出去 想偷偷找到解救的办法 可几天后 男人却变成了只能在墙上爬的怪物 因为没有解药 自己又害怕孤单 于是他自私地抓来了自己的女友 还把他丢进了自己事先准备好的 一个实验容器里 他想把女友也变成会飞的苍蝇 一个美女 偷摸跑进了个无人的超市 结果一回头 却被一群丧尸包围了 他们已经十天没有吃饭了 女孩被吓得赶紧逃跑 可突然 又被一只迎面的丧尸拦住 这下完了 更可怕的是 左边也出现了大批的丧尸 好家伙 这扑上来连骨头渣都不能剩 他们还不想生吞 于是就搬来了各种新鲜的蔬菜和水果 还有各种科技也很活 要把女孩做成世界上最美味的典型 他们如浪四股地扑向女孩 想着到底是要清蒸还是红烧呢 他们真是恶极眼了 这女孩也是被逼到了绝境 突然一个丧尸就叫停了大家 女孩一回头 忐忑地发现 丧尸们并不是想吃掉他 而是想知道他这么漂亮的命迹 女孩一下就懵了 原来这拿的水果和蔬菜 只是为了讨好他 因为丧尸也喜欢追求美 但如果他不说 就要把他吃掉 女孩实在太紧张了 大字也说不出来一个 于是这群丧尸就怒了 女孩这一看再不说 自己的小命就要完蛋了 他赶紧屏住呼吸 就在最后一刻 破口而出自己的秘籍 原来居然是一袋神奇的粉末 丧尸们也是懵了 他们不敢相信能有这么神奇 就要求女孩展示给他们看 女孩撕开包装后 就自信地将它倒进了一个干净的杯子里 神奇的粉末瞬间就变成了水嫩的粉红色 但喝一口还有股臭豆腐味 哇哦 这喝完的皮肤瞬间就变得吹淡可破 不仅可以减肥 还可以永保青春 这可把丧尸们乐坏了 他们也开始大胆的尝试 结果原来破烂不堪的脸 真的变得十分的细腻光滑 太漂亮了 如果真的有这种神奇的粉末 你想要吗 反正我是不需要了 因为我太美了 这个女人太狠了 只要碰见坏人 就会扑上去狂吻她 而被她吻过的男的都会死 并且绝对查不到死因 开始的时候自己还不知道 于是就吻了男友 可隔天男友就意外坠楼摔死了 没过多久 小美又交了一个男友 亲吻后隔天男友就意外被车撞死了 而且越来越严重 就连闺蜜无意碰到她的嘴也死了 自从发现自己的嘴有这种魔力 她就再也不敢谈朋友了 因为她害怕伤害到别人 可就是这样善良的小美 也总是会被坏人窥私 这天小美回家的路上碰见了一个劫匪 劫匪看到小美性感的嘴起了色心 小美叫她不要靠近自己 但男人还是色眯眯的靠了过来 小美一气之下就吻了她 好在闺蜜及时出现并救了她 但隔天她就听说 劫匪死在自己的家中 小美一脸的愧疚 闺蜜却告诉她 这就是渣男应该有的报应 还说自己经常被一个医生骚扰 可惜自己没有能力惩治她 小美意识到自己的缺陷 竟然是一种优势 为了报答闺蜜救了自己 决定去惩罚那个医生 于是她假装生病来到医院 说自己胃疼 可医生却慢慢的把手放到了小美的腿上 小美当然知道医生的心思 就骗她 去后面的检查室检查 医生第一次碰见这么主动的小姐姐 自然很开心 还说 小美便主动邀请医生亲吻自己 当小美离开后 就发现医生死在病床上 触电身亡 小美很得意 她替闺蜜报了仇 于是她爱上了这种惩治坏人的感觉 夜夜去酒吧寻找坏人 就在这时一个男的摸了她闺蜜的屁股 还说了难听的话 小美决定惩罚她 于是大摇大摆的走到男人面前 突然就扑上去吻了她 男人以为遇见了疯子 可很快 她的报应就来了 就在回家的路上 被掉下来的砖头砸死了 闺蜜很生气 叫她不要这样杀人了 小美也意识到自己太疯狂 于是她决定不再用自己的吻 去惩罚坏人 但总有突如其来的事情发生 小美在公园里休息 一只狗就跳到了她的怀里 接着就是小狗的主人也跑了过来 可突然一辆车 把狗的主人一推 就吻到了小美的嘴上 这下完了 昨天还说自己不去惩罚坏人 可今天就吻了无辜的人 就在小美还没反应过来时 一个男人就挥着箭冲了过来 小美意识到不对 立马起身 一把就抓住了她的手 于是小美不得不每天跟着这个男的 默默的保护她 善良的小美生怕害了无辜的人 但交往很久 女孩也不让男人亲吻她 男人每次都不解 女孩却不敢告诉男人她的秘密 小美怕男友疏远自己 所以每日去找闺蜜诉苦 这也让闺蜜想起了自己 唯一忘不掉的男友 直到有一天 小美带着男友参加闺蜜的画展 闺蜜一看这个男的 竟然是自己忘不掉的那个人 于是 毫无理智的就吻了小美 到了晚上 闺蜜就被杀死了 但这次闺蜜留下了半个字 小美想起了闺蜜说的 她的男友是渣男 很有可能是她杀死了闺蜜 于是就扑上去吻了男人 随后又接到了警局的电话 警方调出来监控录像 小美一看愣住了 这个人竟然是自己的一个好友 阿伟 小美疯狂的跑了出去 因为就在刚刚 她带走了自己的男友 可怎么找都找不到 突然她想起阿伟说过的话 我发生了重大事件 要死 不要死在这里 于是她跑上了天台 真的发现了两人 小美请求阿伟放过男友 原来阿伟一直暗恋小美 因为一场车祸 让她变得不能再爱小美 于是她开始变得疯狂 凡是接近小美的人 都会被她杀害 原来小美的嘴没有毒 一直都是阿伟在作怪 阿伟也知道自己已经没有了退路 于是吻了小美 跳下了天台 摔死了 从此 小美也过上了正常的生活 这个母亲怀了一个奇怪的宝宝 13个月竟然还不出生 母亲很纳闷 于是她就每天对着肚子里的宝宝 说话 不停的抚摸她 给她唱儿歌 但接下来的事情 却让母亲很震惊 她居然说话了 女人以为是自己的幻觉 但声音却一直围绕着她 女人问你是谁 那个声音却说 我是你的宝宝呀 现在就在你的肚子里 还说一直有坏人想要害自己 所以她才迟迟不肯出来 女人实在不敢相信 但接下来她的话更加让人震惊 她说爸爸想要害你 说她现在已经丢了工作 趁你怀孕在外面鬼混 女人很是惊讶 但想起老公曾经因为宝宝和自己吵架 她就慢慢的拿起了电话 一番询问后 发现老公真的不在公司 难道这个宝宝这么神奇吗 这时宝宝又说话了 她说爸爸已经把杀你的工具都准备好了 就在楼上 于是女人就走上了楼 拉开抽屉 里面竟然真的有工具 是一把斧头和一根绳子 还有麻袋 宝宝说爸爸打算用斧头砸晕你 然后绑起来放在麻袋里 杀掉我们俩 女人被吓坏了 贪坐在床上 她不敢相信老公想要害自己 她坚信这一切都是幻觉 决定和老公一探究竟 到了晚上 女人刚要开口 宝宝却说话了 她提醒母亲千万不要说 要不然 爸爸会马上杀了俩人 于是女人到嘴边的话 又咽了回去 第二天 宝宝又开始说话了 她说爸爸把所有的钱都买了保险 等到保险生效 就会马上除掉我们 好巧不巧的 真的看到了那份保险 为了更加确认 她匆忙的来到提款机面前 把老公的银行卡 插进了提款机里 结果真的只剩下一百多块钱 看来宝宝说的没错 难道老公真的要除掉我们 这时 宝宝又开始说话了 她在提示女人怎么杀人 女人这次真的抓狂了 晚上回家 她看见老公正在天台上修东西 一点安全措施都没有 女人回时神差的 就突然站在丈夫面前 吓了丈夫一跳 丈夫叫她赶快回去 可宝宝又说话了 快推她下楼 有点推 女人疯狂到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为了保护宝宝 还是将丈夫推了下去 宝宝又支配她 喊人来救爸爸 伪装的和自己无关一样 很快在宝宝的帮助下 警察以一场意外结案了 就在这时 来了一通电话 电话里说 他们是移民公司的 上来就祝贺他们 移民成功 资产也转移成功 原来那不是一份保险合同 是一份移民合同 老公知道她喜欢国外 想要给她惊喜 女人知道真相后 彻底崩溃 疯了似的问宝宝 为什么要杀自己的父亲 可宝宝却说 那不是自己的父亲 他说自己的父亲在地下室 女人在地下室里 竟然发现了自己 曾经老板的尸体 原来几个月前 在一场公司聚会上 女人因为醉酒 被老板侵犯了 正好被丈夫看见 丈夫把女人带回了家 还隐瞒了这件事 而后女人就怀孕了 丈夫也因此一气之下 就砍死了她的老板 藏在地下室里 所以她要为自己的 亲生父亲报仇 明白一切的女人 悔不当初 可宝宝却很开心 女人极度伤心 静止的走上了天台 然后就跳了下去 夫妻之间应该经常交流 哪怕是再大的疑惑 都应该大胆的说出来 看似微小的交流 都有可能避免 无幸的发生 我是夏末 我们下期见 小女孩惊讶的发现 月球上居然有人在居住 又仔细一看 那人竟然是自己的爷爷 她拼命的挥手呼唤爷爷 可爷爷却根本看不见 小女孩太想念自己的爷爷了 于是每天放学 总是第一时间来看望爷爷 却发现 爷爷是一个人生活在月球上 很孤独 而且爷爷每天都会坐在 同一个位置 望向地球 因为她想念地球上的人间烟火 也十分思念自己的家人 却根本回不去 看着孤独的爷爷 小女孩特别想送给爷爷爷一份礼物 于是就画了一张漂亮的明信片 借助梯子爬上屋顶 想要送给爷爷 可根本够不到月亮 于是又折成了纸飞机 却还是没有成功 绑在弹弓上 射程又不够远 小女孩失望透了 直到这天 圣诞节到了 小女孩收到了好多祝福的同时 也想到了能把礼物送到月球的办法 几个小时后 就在爷爷孤独难过的时候 突然一个漂亮的气球飞了上来 上面还绑着一件礼物 老爷爷打开一看 居然是一个望远镜 老爷爷终于可以看到 自己日思夜想的地球了 又经过无数次的放大搜索后 他如愿的看见了自己的孙女 和自己那群快乐的家人 爷爷也终于欣慰的笑了